好 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求神的喜乐平安 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你知道吗 每一次这样讲台 是我最喜乐的事 因为是我喜欢做的事 所以你要找到你喜欢 我们当中的一些长辈 找到你喜欢的 那你就去做 但是只要不要犯罪得罪神就好了 喜欢不要去犯罪得罪神 那你就会像我一样 我今年78岁 那是神的恩典 真的是感恩 我有一次跟神说 神啊 你如果告诉我 你要用我的儿子 你可以使用 我当时就多生几个给你用 但是我只生两个 神你早一点告诉我 你要将来用我的儿子 我还多生几个给你 因为没有像我那样 怀疑也没有什么害喜 也没有什么要吃 我从来没有跟周牧师说 你去买什么我爱吃的 没有哦 没有害喜都没有 而且我那个老大 我带老大 那个时候在高雄 我们都常常 那个时候还没有像那么近 去屏东 每一个礼拜都屏东 做学生工作 就毕业生团棋 哇 那个路真的 去去去咖咖咖咖咖啡 就虽然有车 但是就 他都没有掉下来 感谢主 但是我的儿子出生的时候 一直打哈欠 那个时候高雄 庙牧师嘛 宣教师嘛 就做一些学生的 他说我去看你的儿子 他就一直打哈欠 因为他跟着我太累了 我怀孕在我肚子里面 那感谢主啦 所以感谢主 我们刚刚有几个做见证 我也记得 你不要觉得我们行走祷告 如果神感动你 为哪一栋 我们就有一次经历 他们行走祷告 他就发现这一栋 我们要多绕着祷告 绕着祷告 很奇妙 那个礼拜就有一对夫妻 他们就来到教会 就问他 你怎么会来教会 你是在哪里 你住哪里 就是他们这个礼拜 祷告的结果 你说神很奇妙吧 我们做我们的本分 其他交给神 神负责他那一部分 Amen 我们就要经历很大的恩典 那刚刚那个姐妹 感谢主 你知道周末是50岁 他睡了 他是淋巴癌 然后后来医生才告诉我 他的癌 是流氓的癌 流氓的 像流氓的 那个癌 癌细胞像流氓 但是你看他 现在活到84岁 83或84 感谢主 所以感恩 但每一件事都会灵 很多有一些人 有一个人当初有说 他说你们那么爱主 你又服侍神 为什么你们会有爱症 还有人写信 写给我这样的信 真的有人这样写给我的信 那神是十万 师父相效率 只要我们保持一个爱主的心 就叫我们得什么 医处 Amen 不是说基督徒不会遇到一些困难 传道人也会 但是我们依靠神 Amen 我们依靠神 反正生命在神的手中 不用怕 不要害怕 都在神的手中 一定蒙福的 好 蒙神 我今天要讲两个蒙神称赞的人 一个是旧约 一个是新约 蒙神称赞的人 那记得 宾如师母 他说一句话 神不用男人 神也不用女人 神用什么人 属灵的人 不是这个灵哦 不是这个灵哦 是顺服圣灵 体贴圣灵 按照圣灵行事的人 当我们信主 我们里面有圣灵 那我们就不能说 我们不在 我们 弟兄姐妹 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主人 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是罪的奴仆 对不对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主人 我们是罪的奴仆 那你会发现 我都不想 发脾气啊 但你还是发脾气啊 我都不想骂人 但是你还是骂人啊 对不对 所以 我们换个主人吧 耶稣 所以你信耶稣 也不是你做主 主人也不是你 谁做主啊 耶稣做主 三位一体的神做主 我们只要顺服 你就蒙福了 对不对 那我也很期待 我再讲这个 我很期待 有一天 我走了 那 神会这样 称赞我 一样 我希望我到天堂 神也是这样称赞我 你起不期待 对不对 你是两善又忠心的 而你 你不一定 而你 你是两善又忠心的仆人 我要叫你进来享受 我为你所预备的丰富 这地上 地上姐妹都暂时的 就让你活到一百岁也好 让你活到一百二十岁也好 暂时的 时间过得很快 没骗 我来台湾是二十四岁 二十四岁 但我现在是七十八岁 我感觉好像就这样过去了 也很快耶 对不对 如果神惜口让我活到一百岁 也很快 但是我不知道我会活到几岁 但是我有期待神 第一个 我很喜欢服侍你 我很喜欢讲道 但是神 你一定要给我健健康康 我就一直服侍你 我不要躺在床上 听我姐妹 我一直跟你说 躺在床上八年到十年 台湾是全世界第一名 所以你要跟神祷告 我不要躺在床上 就说我要 但是你要健康 你才不会躺在床上 第一个 我不要躺在床上 第二 我不要 一直说我不要生病了 如果我的时间到 你就把我调回去就好了嘛 不是吗 第二 你一定要健康啊 对不对 就要动 你要 我们的中文这个名称啊 活 你要活 就要动嘛 这叫活动 对不对 你要活 你就要动 所以我们一定要动 你就找一个你最适合的 像我一到六 我都是去健身房 你看我去一到六都去 只有礼拜天 像今天回到台北 就快五点了 我就不去 如果礼拜天服侍完 我不管讲几堂 我服侍完 回到台北两点 我就还是会去动两下 OK 去动一动 因为我要健康嘛 所以我就要尽我的本分 其他我就交给神 Amen 神会给我们是最好的 因为He is good all the time 祂是信实 祂是良善 Amen 你要想神是信实 祂是良善 好 蒙神称赞的人 这个人是谁啊 他旧约蒙神称赞 新约蒙神称赞 是谁啊 你看我的经文 你就知道是谁了 OK 还没出来 这个很漂亮 这是我的秘书做的 很漂亮 对不对 你们的牧师 有没有做那么漂亮 没有 我没看过他 他做的 有没有漂亮 很漂亮 看到这个 特别你们这个也很漂亮 对不对 这个真的很漂亮 你们将来正堂 正堂盖好 会比这个漂亮 Amen 所以大家要加油 要加油 你们做什么 好像启发 我觉得 我看我们全神的神多灵安堂 就你们这个教会 做启发蛮成功的 真的 把荣耀归给神 就是说能够得到一些人 但是有一些人没有做启发 他们也很成功 为什么 因为叫人信主的不是我们啊 是神 但是启发是一个 一个很好的那个教材 一个非常好的教材 但是真正叫人信主的是神 教我们努力 不过刚刚我很习 我那个姐弟兄 刚刚是一个弟兄来做见证 那个姐妹很容易信主 姐妹很感性 弟兄就比较理性 对不对 所以弟兄要比较下功夫 你没有下功夫 你就很难得到弟兄 姐妹就听一个道 就很感动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姐妹有非常好的见证 夫妻啊 就会感动 你的先生 我有一天去 我上次也讲过 我常常讲 有一天是一个贵夫人的聚会 贵夫人的聚会 有一个姐妹 她才信主半年 她就带领她的家族 四十倍 如果你们再增加四十个人 那还得了 对不对 信主 为什么 他们很有钱 但是这一对 这一对妻子 夫妻常常吵架 他们家族都懂 都知道这一对 但每一次吵架 那个碗啊 快 很有钱嘛 所以碗块都是持气的 都是很持气的 很贵 很贵的 每一次都在空中飞了 然后吵架 完全重新买一道 有钱嘛 但是这个丈夫就看 我家这只母老虎啊 能够信主 而且改变耶 因为主的生命在那里面 他每一次 我以前吵架 我讲一句话 一言就九顶 他就用九句话来顶你 他只要讲一句话 所以他说他太太是一言九顶 我讲一句话 他顶我九句 但是信主很改变 那就觉得这位耶稣 倒是何神圣 怎么那么厉害 能够把我家这只母老虎改变啊 结果他后来 那我也要去看看嘛 结果他信主 当他们信主 他们觉得神在他们生命 夫妻的关系 就不要再吵 就没有吵架 他们就说 每一次常常请客 常这些亲戚来 他们两个都做见证 他们家族都知道这一对夫妻 我觉得神保守 没有离婚 后来信主 后来传福音 每一次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要吃饭 因为你口开 心就开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传福音 为什么你们的 那个什么 那个启发都要预备 预备很多 还有高雄有一个什么 什么传福音 要先先吃 为什么 你嘴巴开心就开嘛 就讲这个道理 感谢主了 Amen 所以弟兄要特别花时间 真的要付 要特别的 真的要特别 弟兄要信主比较不容易 但是他如果看到真实的见证 特别从配偶的身上 所以我们这些太太 不要再加成为母老虎 我们要像绵羊 前面加油 你就可以得到你的家人 Amen 我们要像绵羊 因为神不是靠你的力量 是因为神 好 蒙神称赞的人是什么人 来 来 看这个经文 他们儿记上十三章 跟新约 他怎么称赞他 OK 来 一起来大声念 现在你的王位逼不长久 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 和他心意的人 立他做百姓的君 然后使徒行转十三章 既废了少路 就全力大卫做他们的王 又为他做建设说 我寻得约西的儿子大卫 他是和我心意的人 凡是要遵循我的旨意 好 第一 你看这个经文 你就知道 不是我们捐选神 也不是我们寻找神 对不对 这是我们跟别的宗教不一样 是神寻找我们 当神废掉少路王 他说 我已经选利 我已经找到 寻找一个和我心意的人 是神来寻找我们 你寻找神 神寻找你哪一个比较快 当然是神来寻找我们 因为他是全能的 是不是 那为什么神寻找他 因为神看到大卫的心态 大卫的心 神说 他是和我心意的人 基督姐妹 下面就跟你解释了 什么叫做和神心意 凡是要遵循我的旨意 很简单 和神心意的不来 你就照神的心意做 神要我们做什么 神要我们说什么 神要我们在哪一个地方 你就是和神心意 也不难嘛 对不对 因为他已经做我们生命的主 这就是大卫 那大卫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为什么 你会发现神很奇妙 神在每一个时代 神都在寻找和用的器皿 除了神创造宇宙万有 那时候因为那个没人嘛 所以神就没有少到 还没有人嘛 亚当夏娃是最后地 最后一天 神才创造亚当夏娃 万物都齐备的时候 神才创造亚当夏娃 神赐福给他 让他享受这一切 你知道神的心里 需要祝福我们 需要我们享受 他为我们所 异备的一切的丰盛 什么时候你失去呢 什么时候亚当夏娃失去 他犯罪嘛 他没有走在神的心里里面 结果他就失去了 不但亏缺了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离开他 你不要以为亚当夏娃 没穿衣服 神的荣耀就是他的衣服 你看如果四边 另一边 当他犯罪 叫我们 四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神按照他的形象 样式造我们 本来就有神的荣耀 对不对 有神的荣耀 当然他离开就亏缺 这个神的荣耀就离开 好 就离开 只有那段时间 神创造宇宙万有 不需要人 但是以后你如果看圣经 神在每一个时代 在做要完成他的事 他一定要找到 合适的器皿 以他同工 你让我们一起跟他享受 经历神的能力 享受神的荣耀 Amen 让这个荣耀恢复在我们身上 这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那么就说 神就寻找谁啊 大卫 要继续完成 他对以色列整个民族 他的心意 他的心意 这是神做的 OK 那你看啊 为什么 所以这里 我们今天能够被神解决 你今天坐在这里 就是神的恩典 是不是 在万民当中 就是神的恩典 我常常想 为什么 神为什么 你没有卷选我的姐姐 你卷选我 我觉得我的姐姐很会做人 她不会得罪人 她真的不会得罪人 那我呢 就比较直啊 就我看到不满意的 我就会讲啊 对不对 那这种人一定是 常常得罪人 对不对 不过我慢慢慢慢要学习啦 我慢慢学习啊 爱心 周末师说 要爱心说诚实话 但是我发现有爱心啊 我又说诚实话 不一定你会接受啊 你会吗 我要祷告 她用爱心 接受诚实话 不但用爱心说诚实话 对方我们要学习 用爱心接受诚实话 我相信她能够跟我讲 我知道是对我有帮助 对不对 不要一下就去 就变脸 不要一下变脸 OK 我们就会不断地被神提升 那我就觉得我姐姐 她个性很好啊 她不会去得罪人 她就对你不满 也不会讲 我就不行啦 所以我会 我就 但是神就在这个整个的过程 神就在装备我们 你不要说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不可以这样说 你不要说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可这样说 因为神要我们什么 心意更新而变化 对不对 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你要常常变 是变越来越像基督 看你在旁边 他像不像基督 不错 他如果在台上不像基督 敬拜团讲很大声 他不像基督 那就很严重 他回应得很好 感谢主 OK 神在我们身上 就是要怎么样 让我们满有基督 长成的声量 什么意思啊 你越来越像基督 对不对 越来越像基督 神就是在不断地提升我们 所以我们在教会 你今年一定跟去年不一样 那我也相信你明年一定跟今年不一样 只要你的心可慕 神一定在我们生命里面 一直在什么 一直在工作 让我们心力更新而变化 其实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平凡 台上的人也很平凡 台下的人也一样平凡 你不要觉得你平凡 我们台上就很不一样 都同样 没有神的救恩都同样 我生的孩子 我生的孩子都同样 是罪人 是一样啊 都一样啊 我们都一样 但是我们感谢神 我们有一位最不平凡的神 是你的神 也是我的神 你一生就会不一样 你会经历神很多的恩 你只要依靠祂 你就会经历很多的恩典 你就 保罗说什么呢 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 是你眼睛 神要做的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心里也未曾想到 Amen 我觉得很奇妙 我在台湾走七年的学生工作 我在高雄住过一年多 做学生工作 那个时候高雄没有领量他 现在蛮多的领量堂 高雄 蛮多的 感谢主啦 从不同地 今天高雄也很大 高雄从不同地去 那时候没有 但是我非常感谢主 我知道 万平凡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Amen 神能够用我 神也能够用你们 因为神是什么 不偏待人的 你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 像大卫一样 为什么神用他呢 因为大卫是一个寻求神的人 你要神用你 不一定你要全职 你带职也可以 有些人在带职 我刚刚讲的这对夫妻 不是传道人 他信主半年 他们就带领他的亲戚 四十个人信主 平凡 也不是全职的 但是神就用他 为什么 神用大卫 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 什么叫做寻求神的人 你就是不靠自己 你就是依靠神 来 读诗篇 二十七篇 第四节 来 一起来 有一件事 我成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珍养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你看大卫每一次要去打仗 他就要问神 我可以不可以去 我这一次去会不会打赢 神说OK 他就去了 就真的打赢 那这一次说 神我要不要去 神说从后面去 因为策略在神啊 你要打圣诞嘛 策略不在乎你 策略在神啊 你只要寻求他 神就告诉你要怎么做 你在职场上也一样 神啊我要不要 我这个生意我要不要谈 能不能成功 成功在乎神 你就顺服神 你寻求他 绝对不会错的 你绝对不会错 寻求神 你按照神的心意去做 就不会错 第一个 我们要成为一个 常常寻求神的人 你不要靠你自己 在你一生的路上 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这真言 昨天晚上我讲的 对不对 要专心仰赖神 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你知道我在台湾一年 因为神给我的负担是做宣教士 我希望在东南亚宣教 但神啊 台湾从来都不是我的选项 我不会想要来台湾 印度 华人嘛 我要做宣教士 那神没有我 就把我带到台湾 对不对 所以你就顺服啊 你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大必 我就来到台湾 那神让我七年 先在校园团区做学生工作 因为 我有一点 我两年在菲律宾幕会 我看到教会的状况 我有一点失望 那时候 所以我说我不要去教会 我就做机构 做学生 学生嘛 学生蛮单纯的嘛 就那个 我是 不过现在感谢主 现在林安堂 没有 我在菲律宾的教会 有很多人 都觉得我奉献很多 我就在教会比较可以 有权力收话 收话可以比较大神 我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 教会是耶稣 教会的主是谁啊 耶稣基督嘛 三位一体的神嘛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 我们就要听他的 我去的教会都是这样 没有很多人 但是 其实他对我们也很好 我也没有跟他冲突 我没有跟他冲突 但是我有一点失望 这也是让我不要到教会 但是感谢主 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人 你就认定他就OK了 Amen 他就会带领你 所以我感谢主 我本来一年就要离开 我要去东南亚 宣教 神说 No 神给我 你们回去自己看 创世纪二十六章 就是那个时候 饥荒 然后呢 以撒就要下埃及 神跟他说 不要下去 留在我只是你的地 我要把这块地 吃给你 跟你的后 我心里想 怎么可能 我就要把 不要把经文读给你 就二十六章 创世纪 二十六章 一到六节就算 然后留在这个地 我要赐福给你 跟你的后裔 我心里想 我哪有后裔 我是单身贵族 我也没有对象 神说 你不要走 你就留在这个地方 就跟老周在一起了 还好我留下来 不然老周就找不到太太了 不是这样吗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 然后去 他完了就来 就我们结婚完 我们就来高雄 一年多 然后又回去 继续再效力 然后七年以后 1977年 林阳堂的牧者走 就是说去美国 那我们就接台北林阳堂 对周牧师来说 我就暂时 暂待 暂待 一年 结果一暂一暂待 就到退休 就一到做到退休 那感恩 现在还是在林阳堂 台北林阳堂 我来台湾就一个教会 台北林阳堂 Only one church 没有别的 OK 好 那你看神很奇妙 不是吗 神的意念高过人 为什么你要寻求神 因为祂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 祂给你的道理 绝对高过你选择的道路 你就顺服祂 你就寻求祂 你照祂所做的 那第二 你看为什么神用大卫 平常的训练很重要 这是为什么你们的牧师那么费力 要帮你们办什么特会 什么训练会 什么 就要给你训练 你没有训 平常的训 你不可能 大卫不可能一下就那么厉害 没可能 平常的训练 所以你看他平常是什么人 OK 读这一段经文 《沙漠儿记》上 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 大生来年来 现在 扫罗对臣子说 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与弹琴的 带到我这里来 现在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 我曾见伯利和耶稀的一个儿子 善与弹琴 是带有勇敢的证事 收话何以 容貌庆美 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这个耶和华与他同在是最好了 对不对 耶和华与他同在 但是他说什么 善与弹琴 大卫不是只有弹琴 也没有只是弹琴他 他的弹琴可以让少了从仇底的搅扰 里面的恶魔的搅扰 都释放 所以表示什么 有恩膏 那这什么学的 他在牧养的时候 他就装备他自己 他是每天在那里弹琴敬拜神 也因为这样他才会写那么多的诗歌 诗篇 很多的篇都是他写 那你不要以为大卫一生都很顺利 也遇到很大的困难 对不对 但是他可以写诗篇 因为他以神对齐 善与弹琴就是以神对齐 敬拜神 大卫有时候真的很冤枉 对不对 他帮少罗打死哥利亚 然后那些妇女唱歌 大卫杀死万万 少罗杀死千千 就因为妇女这句话 从此大卫就没有平安的日子 少罗就开始 少罗王 千千归我 万万给大卫 怎么行呢 少罗因为没有安全感 从那天他就想要杀死大卫 那弟兄姐妹 不用怕 有神同在 他能杀得死大卫吗 杀不死的 所以你不要害怕 我们有神的同在 对不对 如果我的时间没有到 杀不死的 那个不是有一年 我每一次 那时候观光者人在美国 一年我会去个两三次美国 就是要去看他们 然后那时候周牧师说 你就去陪小孩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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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陪你 我不能陪小孩 因为我非常清楚 弟兄姐妹要很清楚 你把小孩丢在美国 丢在哪里 你都要很清楚 你清楚 神就负责 你不清楚 神不负责 因为在美国 我常常看到那个 很多人 就是妈妈去陪小孩 然后丈夫在台湾赚钱 然后那些小孩 很会花钱 因为他们用钱来代替 对不对 就拿 很多 就拿美金 我都看到在算钱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credit card 比较少嘛 对不对 就是这样 那些小孩 很可怕 要变坏是很快的 但是我非常清楚 就是我去美国 要把他们放在美国 对不对 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看一路来 有神同在 是不一样的 大卫就是有神同在 我把这些讲出来 年少却敬拜神 而且他的敬拜是有恩高的 是可以叫人得释放 所以你不要看不起 我们前面的敬拜 很重要 你看很多的敬拜 很多弟兄 以前我们那个大儿子 回来带耶稣 他就觉得 我妈妈带敬拜 跟他不一样 那当然不一样 我说妈妈他是儿子 时代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但是他有时候 他们的年轻人 都看不起我们这个老人 我在台北领养堂 耶稣 我们龙美敬拜 我戴三十年 你看 很长嘛 他都看不起我 但是有一天 他坐在后面 他看我在戴敬拜 下面的人一直哭 他就觉得 我妈妈是真的有恩高 他都没有看不起我 以前都看不起我 没办法 他就觉得我们年长的人 戴敬拜跟年轻的 所以我们年长 也要接受年轻 你在用周世姆 那个时代戴敬拜 你对年轻的人就 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 我诚实的说 有时候唱耶稣亚的歌 就没有人哭 因为他的节奏太快了 我发现台下都没有人哭 你会看 为什么戴敬拜 你们戴敬拜的人 可能不能一直闭眼睛 你要看台下 神在用这首四歌 你就多唱几遍 因为有人很感动 对不对 你就多唱几下 所以你要随着 圣灵的运行 再戴敬拜 才有恩高 你不要说 我要唱五遍 唱三遍 对不对 你觉得 我唱这首四歌 下面的人再哭 就表示 要给一个人哭很难 不是吗 除非他被圣灵感动 就多唱几遍 你就很清楚地知道 圣灵在运行 所以圣灵每个人很不一样 但是你要知道 大卫的敬拜 他有恩高了 可要叫扫罗里面的恶魔 受不了 就得释放 扫罗就是靠这个 但是从那天父女说 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杀死全然 因为大卫帮他解决 这个哥利亚的问题 扫罗里面没有安全感 我们要有安全感 弟兄姐妹 如果你发现 你训练的小组长 本来你是小组长 你训练小组长比你好 感恩 这就是你的成功 你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没有安全感 对不对 可能神要你做 你的新的小组长 不能做的 你就去做 对不对 就表示神要提升你 你不要觉得 我教他带清拜 我教他在分享 他怎么带那么有恩高 你干嘛去基督他 那表示你的成功 你把他训练成为 比你更好 现在我们都分堂 真的我都不会赶鬼 说说完 因为我太久没做 我不会 我真的不会 太久没做 但是以前力量堂出行 都一直赶鬼 然后赶很久 那鬼不累 我很累 要靠恩高 不是靠大神 我们都有时候 刚开始在学 都很大神 我们都很大神 鬼就在那里笑我们 你何必啊 全病不需要大神 能力也不需要大神 而且全病能力都是神给我们的 所以现在我发现我们很多同工 分堂很多同工都比我优秀 我一点都不会嫉妒 为什么 我就表示我成功 现在我儿子都比我优秀 我也希望 他也不要照我以前做的 因为现在时代不一样 现在我的老二 当林阳堂的主任牧师 我知道他一定比我更辛苦 因为林阳堂我从两百多人 在慢慢慢慢 对不对 他是一下这么多人 那个压力很大 我只能每天为他祷告 对不对 他的方法 我干嘛要 他一定要非要照我的方法 时代不一样 我们中间的长辈 你要听我 你不要要求你的儿女跟你一样 不要要求 对不对 时代不一样 你接纳他们 因为就是神给他们 独特的不一样 神给你那个时代是这样 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 所以你就是每天为他们祷告 OK 长辈们 做爸爸妈妈的 做父母的 每天为你儿女祷告 你这为孙子祷告 我就是这样祷告 我就经历很多恩典 没有时间讲了 不然给你们讲到一点两点 太多了 太多了 说话何以 讲话很重要 对不对 不要讲太多 因为圣经说多言多语 难免什么 有过嘛 对不对 我现在就说 叫我服侍主 我慢慢慢慢就 不要一直讲 我以前很会讲 只要我再 一直讲讲 每天回家都在认罪悔改 哦 主啊 我今天讲太多 多言多语就难免有过嘛 每天回去都在认罪悔改啊 我不要 我都少讲话 对不对 该讲的我就讲 不该讲的不要讲 因为你多言多语 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的 是有什么 益处嘛 对不对 所以不要软共了 好 那第三 那时候那容貌俊美 因为里面的美 从你的脸上出来 Amen 我希望你们都很美 你会发现 没有一个神创造 没有一个丝绸的 你就看有一些人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看到 有一些人不一定外表很美 但是你接触到 你觉得这个人很美 对不对 这个人很美 因为我们都常常 人是看外貌 神是看什么 内心 但是你内心的美 一定从你的脸上流露出来 绝对会 我有时候到一些教会 奇怪我好像欠 我都常说 为什么你们那么愁眉苦脸 周师母有欠你们 那么多的债吗 为什么每个人都愁眉苦脸 敬拜神 应该很喜乐嘛 你有没有感受到 我在台上很喜乐 敬拜神 服侍神很喜乐 干嘛那么愁眉苦脸 对不对 神给我们洗 那个美 肉毛去美 不是求外面 求里面 就会从你的脸上 大卫就这样 跟宝贵是神同战 神同战很重要 那为什么和神心力呢 因为他凡 我刚刚说了 凡是遵行神的旨意 什么叫做凡是遵行 他按照神的心力 服侍那个世代的人 大卫的世代 我的世代 我儿子的世代 还有将来我孙主的世代 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 他说你只要按照神的心力 服侍你那个世代 大卫就这样 他就服侍那个世代的人 神就说他和神心力 在各样事情上 是不一样 大卫跟少罗不一样 因为少罗听 大卫每一件都寻求神 少罗是什么 听一半 对不对 少罗的失败 他不是没有听 他就听一半 所以弟兄姐妹 神的话 你要好好地听 如果今天神感动你 你就听 你就可以经历 神很大的祝福 那个时候我来台湾一年 我想去东南亚宣教 或者去泰国 去缅甸 去柬埔塞 我就需要应你 神说 No 你留下在台湾 我告诉你 我听了 我留在台湾了 我越来越爱台湾了 越来越喜欢台湾 因为这是神粮给我的地界 你知不知道 我们现在东南亚 我给它算起来 加起来超过一百多间 如果周师母一个人去 会一百多间吗 不可能 但是因为我们就 后来神就把我 先做学生工作 后来就在台北林亚 我台北林亚南前面十年 以后我们才强本南进 才慢慢有高雄灵梁堂 有台中灵梁堂 有那个什么 台南灵梁堂 才有 感谢主 我们现在在台湾有多少 两百一十八间灵梁堂 在跟福音中心 全世界呢 你们这次如果参加 那个福音 参加那个七十周年 多少啊 七百零六 对不对 五十七个国家 你不要觉得满足耶 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 我们还要努力耶 那绝对不是只有台北林亚南 努力 大家一起努力哦 你们今年还没有支堂哦 还欠神哦 因为我现在都到每一个分堂 我说你需要分堂超过八十人 今年要升一个堂 大家一起努力嘛 台湾 台湾才有两百一十八间 这还有很多乡镇 没有 我现在不会要求说 你的教会一定要多少人 因为每个地方不一样 像我们 你说像我们台南 那个臣智慧 你要求他到一百人很难 但是现在支很多堂耶 他才四五十个耶 但是他利害就支很多堂耶 就每个人恩赐不一样 不在乎人多人少 他现在支很多堂 但是他的母堂只有 善化 还有什么 反正他现在只三四个 但他现在教会只有一个 可能有没有 我现在已经好久没有去他 五六十个人吧 对不对 这就这样啊 但是他支很多堂啊 生很多孩子啊 那就对啦 因为他的旁边很多乡镇 我们的目标就希望 每一个乡镇都有教会 不一定建立领域 有教会有人要寻求神 能够找到一个地方 我可以寻求神的 我可以认识神的 目的就是这样啊 弟兄姐妹注意 我们不是在建立灵阳堂的地盘 不是 你有一些 我们有一些教会 不要取灵阳堂的名字 对我跟周牧师OK的 干嘛要有灵阳堂的名字 你只要建立教会就OK啊 我去散地过 我看到一个地方 我看到一个地方灵阳堂 真的是灵阳堂 但是不是我们的灵阳堂 他在卖什么 卖那些 烧的纸 就死啊 那些 卖那些你死了以后 要烧的纸 他真的没有骗你 在三爹堂 是在坦地过 叫灵阳堂 比我们还早了 在卖这些 所以我不是在 我要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在建立地盘 我们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 叫他的名得到成长 Amen 就是啊 叫人能够有机会 可以找到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认识神 你就看神很奇妙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顺服神 好 这讲完了 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安静吧 就是这一节经文 大卫 一生寻求神 你放一首诗歌 我眼睛闭起来 我们祷告 说神啊 就诗篇二十七篇 这大卫 这大卫写的诗篇 耶和华是我的高台 耶和华是我的高台 我还记得 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 我人寻求 我人要寻求 我人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我人要寻求 我人要寻求 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 我曾寻求 我人要寻求 我人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寻求 主耶稣 你把大卫的心事 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知道 我们都不完美 但是不完美的 我们放在 完美的神手中 我们的生命 一生就不一样 我们感谢你 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就是要 单单来寻求你的面 这样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第二个 这首歌是一生一世 你们从YouTube可以听 OK 好 我们讲别人 玛利亚 一起来念这个经文 来念这个经文 来 耶稣 耶稣 在古代里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 有一个女人 拿着一个玉瓶极贵的香膏来 趁耶稣坐起的时候 交在她的头上 耶稣看 门徒看见 就很不喜悦 说 何用这样的网费呢 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 洲际穷人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 就说 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 她也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好 我告诉你 刚刚是大卫 是男人 现在是一个女人 女人拿什么 一瓶的极贵的香膏 然后耶稣坐起 跟门徒坐起 他就叫在耶稣的头上 香膏是当时最尊贵 特别对犹太的女人 是她们亦被结婚的时候要用 但是这个女人 她就把香膏陷在主的身上 好事吗 好不好 但是有谁不高兴 门徒 所以弟兄姐妹 有时候你做神要你做的事 有时候你是一个感恩的心 不一定旁边都给你拍拍手 不一定 你不要难过 因为耶玛利亚也一样 我把我最珍贵的献给耶稣 你门徒干西莫 为什么那么不高兴 门徒就是不高兴 这些跟随耶稣的人 三年都 因为耶稣再过一下 他就要被钉十字架 他不高兴 所以有人对你不高兴 不要觉得惊吓 也不要觉得很奇怪 圣经里面就这样 对不对 也没花你门徒的钱 是我把最宝贵的献给主 你可能今天就这样 那你又发现旁边都不高兴 都不高兴 没关系 对他们来说 浪费 你怎么浪费 弟兄姐妹用在主身上会浪费吗 都一点都不浪费 不浪费 你要用在主身上神度纪念 他说 然后呢 耶稣说什么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好的事 因为他了解耶稣的心 他听懂耶稣讲的话 对不对 耶稣不是一而再再而三 跟他说我要上十字架吗 我要受洗头的苦吗 但是我会从十里复活 这些跟他三年多的门徒 没有一个懂 玛利亚懂 因为犹太人的习惯 一个人死 全身要抹香膏 他是急死 你知道耶稣从十里复活 也有一些妇女要拿香膏 有没有 耶稣已经复活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他们也是要拿香膏 他们就想哎哟 谁要帮我们把那个坟墓挪开 因为那个石头很大 但玛利亚做的即使 你为主做的要即使 很重要 神感动你去做 马上去做 要即使 他说在我身上做的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耶稣的意思是说 再过几天我就要被抓去钉十架 我要回到父母那里去 我不可能再跟你们同在 但是当然耶稣我告诉他 我走了 圣灵就来 对不对 神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 我没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 来 你看 继续读这个经文 十二节 来 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 是为我安葬做的 我是在告诉你们 福天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 传这福音 也要属说 这逆人所行的 那女儿做个欺验 OK 他拿一瓶极贵重的香膏 膏墨竹 因为他觉得什么 竹配的 这是价值观 弟兄姐妹 价值观 对门徒来说 你为什么这样那么浪费 这价值观不一样 到你心 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弟兄姐妹 我们的价值观 他觉得 主配的 我就是把我结婚 要将来要用的香膏 我现在膏在耶稣的身上 因为他配得的 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给神 因为他配得 对不对 有一对夫妻 他们晚上在睡觉 他没有三个儿子 那我们的老大 老大很聪明 给他读律师 因为他很会讲话 给他读律师 老二呢 也是蛮聪明的 给他当医生 那老三呢 好像看着木木的 好像都没有什么反应 给他当牧师 现在有很多人 就是 你的心态 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应该是把最好的给神 不是吗 但他说这个老三啊 这样 点点点 没话说 吃三话说 没话说 这个奉献给神 神都把最好的给我们 神把最好的给我们 对不对 神爱四人 把他吗 把他独身子给我们 然后呢 耶稣爱我 为我什么 舍己 他也把他最好的给我们 那么耶稣说 我要回去啦 但你心里不要忧愁 对不对 我在夫家里 为你们预备很多住处 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有一天我会再来 但是我去的时候 我就会拆派圣灵 与我们同在 还是给我们好 他也没有把我们丢过 那你今天给神什么 你每个礼拜天 你来敬拜神 你不但把你自己带来 要把自己带来 不是说 我就是 反正每个礼拜要礼拜 每个礼拜天要来崇拜 不是这样 我来了 你还带你的礼物过来 你预备好嘛 对不对 有些人连奉献都没有预备好 那拿起来 就挑那一张最少的 奉献给神 你应该礼拜天都预备好 我要把最好的给神 OK 记得弟兄姐妹 你在主身上做的 绝对不是一件美食 你在主身上所做的神永远纪念 神真的纪念玛利亚 是福音都有提这个事情 不是吗 你今天过复活节 每年 你如果有讲 你也会讲这一段 我们为主所做的神都纪念 来 读这个新闻 我要告诉你 为主所做 不一定很大的事 不一定很大的事 你看这边 来 一起来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守预备的果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我渴了 你们给我喝 我做克里 你们留我住 我吃生肉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过我 我在监里 你们来看我 义人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什么时候听见你饿了 吃渴了 给你喝 什么时候 客里留你住 或是吃生肉体 给你穿 要什么时候 见你病了 或是再见你 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 这些事 这是耶稣讲到 有一天他降临 右边是绵羊 左边是三羊 然后我今天就把这个绵羊 这一段说 你进来 可以享受 我为你们守预备的 一辈的果 对不对 意思是可以享受 我为你们一辈的丰富 那这些右边的就说 主啊 我怎么有这个荣幸呢 可以享受呢 耶稣说 因为什么 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我渴了 你们给我活 我吃生肉体 你们给我穿 我在监里 你来看我 等等等等 那这些人就说 主啊 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 什么时候看见你渴 什么时候看见你吃生肉体 什么时候看见你在监里 耶稣说什么 你坐在我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你就是坐在我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 最有爱心的人 应该是教会 对不对 对不对 最有爱心的人 应该是教会 我们不是靠行善而得救 但是我们信主以后 神要我们去行善 对的吧 去关心你四周有需要的人 很多人不在乎你传的福音 很多人在乎什么 你爱不爱我 你关心不关心我 对不对 他饿了 你买一个麦当劳给他 麦当劳多少钱 不贵啊 还不到一百块啊 才四五十块嘛 对不对 但你不需要 一定要非要买麦当劳吗 麦当劳是比较贵一点 比较贵一点 你买一个饭团 多少钱啊 多少钱啊 但是当你这个举动 你看到有需要 所以教会不应该 你在小组 你看到有需要的人 你要不要伸出你爱的手 教会应该是最有爱心的 不是这样吗 你看到他饿了 你看到他渴 你看到他吃生肉体 对不对 你帮助他 但是弟兄姐妹 我跟你们 如果金钱上的帮助 你要透过你的小组张 你不要直接给他 因为他会感觉 对不对 你一定要透过小组长 或透过教会的牧者 来关心他 金钱上不要 在小组里面不要 你真的很有爱心 你有感动 要帮助他 你不能直接给他 他觉得你对他有恩 他要知道他是从神那里面 你透过小组长 或是透过牧者 来关心他 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做的 虽然有时候很小事 但是他就记得一辈子 能够upgrade他 能够提升他 我最后讲一个见证 我以前在林安娜 我们是还没有按区分 我们是团庆 那我们团庆里面 有一个弟兄 他妈妈用他的名字 开很多支票 结果后来妈妈 妈妈也开支票 后来妈妈就被关在监狱里面 然后他就告诉他儿子 说你一定要想办法 你欠46万 你知道那个时候46万 比现在多大吗 很大 很大 因为我那时候 我记得我一个月 伙食才500块 500块是没错 500块 那时候薪水也很少 对不对 但是他欠46万 你一定要想办法 哎哟弟兄姐妹 他怎么想办法 他只不过一个上班的人 要仇46万 我就有感动 我说我一定要帮助他 让他不要去关接你 对不对 因为不是他的错 不是他的错 如果他的错 他要付代价 那不是他的错 是妈妈用他的名字 所以我就说 我就鼓励我们团庆的 因为我那时候是做社群 第一个 我跟大家说 我要仇46万 大家按感动奉献 第二 按感动借他钱 但是周世母不保证 你做小组长 你去帮助人 你鼓励人奉献 你不要保证 圣经上不可以给人家做宝 传道人也不能 但是我一定要帮助他 所以就跟弟兄姐妹 第一个 你们按照感动奉献 第二 如果你想要借他钱 但是我告诉你 周世母不负责任 你经过祷告 就借他钱 我就筹了这46万给他 我也奉献啊 我也借他钱啊 但是我告诉你 我告诉他们 你如果 他如果没有 一天没有还给你了 你就怎么样 怜悯贫穷就是什么 借给耶和华 耶和华一定会偿还你的 对不对 所以圣经为什么 你要照圣经的话去做 结果我真的 他没有关在家里 但是我跟他说 你先还这些弟兄姐妹 他有没有还清 我也没有去追求 但是他没有还我 他说我很好啊 我又怎么样 因为我是借给耶和华 明白吗 我奉献给他 我借钱给他 我是知道我借给耶和华 耶和华会不会偿还 当然会啊 他会 后来他就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他不在灵良堂 我现在也找不到他 没关系啊 我是坐在主的身上 明白吗 所以教会要最有爱心 你不要觉得你信主以后 都不要行善 还是要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你坐在主的身上 第一个你把最好给谁 玛利亚把最好 他坐在主的身上 是一件美事 我有一天 我到天堂 我告诉你 我会很有钱 我的房子会很漂亮 我都奉献 我不但奉献 我昨天讲 十分之一是当纳 其他我都奉献 有需要我都给 有一些人 我就不要一直给他钱 我就煮 每一个礼拜都煮东西给他们 因为那破产的就来教会 本来就是 受伤的不健康的 才需要意识 你不要以为 每一个来教会的人都健康 不一定 有些需要 他才会信主啊 对不对 就你要有很有智慧 很有智慧 你要不要将来有一天到天堂 你是付主的 你要不要 你要地上为主做 神都祈祈 我相信将来 玛利 我会看到玛利 我一定知道 只有他最了解耶稣的心 门徒跟随三年都 弄 这样糊里糊涂的 对不对 他们一直到 耶稣复活 圣灵 降临 完全改变 那你今天有圣灵 你应该也改变 我们今天有圣灵 不是吗 要不要改变 我们站起来为自己祷告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Amen 我们要在主身上做一件美事 要体 这件美事是主认为是美事 是体贴主的心 是顺服圣灵而行的 手放在你的心上为你自己祷告 神啊 我在这地上求你来保守我的心 我愿意每天学习 在你身上做一件美事 就是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 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 可能就是一杯水 可能就是一个馒头 可能就是我去探访他 因为当他最需要的时候 你都去年 一起同声来祷告 哈利路亚 绝书我们在你面前 主啊 我们真是来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主 主啊 我们这一生我们所拥有 都是从你那里而来 我们为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献上感恩 求你来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 好让我们知道 在这短暂的 爪式上 有一天我们在永恒的里面 我们要享受你给我们的丰盛 我们感谢你 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你的恩典的里面 不断的被提升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进入你的心里里面 绝书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来唱这首诗歌 你按照我的名来认识我 你按照我的名 你按照我的名来认识我 不知心里爱将我拥抱 你为我穿上 你为我穿上 共一生结衣裳 使我获出神的尊荣 不灰心不伤胆 不灰心不伤胆 依靠主力无所欠 全神是爱主 你用笑脸帮助我 我的力量和拯救 我的一山哉和高台 有谁向你 扶持我 拥育我的呼求 我要抬起我的头 仰望主耶稣基督 荣耀君王 或是为了盾牌 我要抬起我的头 高唱哈利路亚 他神写到一生 高主的神 我要 我要抬起我的头 仰望主耶稣基督 荣耀君王 或是为了盾牌 我要抬起我的头 仰望主耶稣基督 那神写到一生 靠主的神 那神写到 那神写到一生 靠主的神 兄弟们 周四母 今天显出圣经中 两个人物是蒙神称赞的 首先大卫一生一世 住在耶尔华的殿中 做什么事都寻求他 愿意常常悔改 我们求主把大卫 这样的恩高 也浇灌在我们当中 我们都是平凡人 求主把悔改的生命赐给我们 以及我们渴望一生一世 住在耶尔华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谢谢祢 主啊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主啊 把大卫寻求神的恩典 寻求神的恩高 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 以至我们渴望 主啊 常常来到主的面前 主啊 五七八五年 主啊 让我们做一个愿意 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祢 每一天寻求祢 被神的光照就能够悔改的人 父啊 我们谢谢祢 谢谢祢 第二个 玛利亚被神称赞 祂做一件美事 用这边求主帮帮助我们 看看周围的人 我们怎么样可以被神 神来鼓励我们 为神接待一个小孩 为神探访一个需要的人 如同探访耶稣 我相信在我们周围 有很多的人 你都要问神 神啊 这个人有这个需要 我可以做什么吗 你都来问神 不是在人情世故 而是坐在耶稣的面前 坐在耶稣的面前 甚至很多人 需要有人陪他走一段的路 他说 主啊 我愿意陪他 读圣经 导读 陪他RBG一段时间 你不用长久 陪三个月也没关系 因为长久 你就会觉得没完没了 主啊 我先承诺三个月 因为三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 十二个礼拜 一个人的习惯就可以养成 一个问神 主啊 在这一段时间 可能我过去都做很多美事 可是有一段时间 我已经灰心沮丧 我愿意再一次 愿意做那个耶稣所称赞的 主啊 哪一件美事 是这个季节 你要我去做了 主啊 你指示我 引导我 我愿意行在你的死意里面 蒙神喜悦 一句耶稣说 你做的是一件美事 我们来问神 在这个季节 要到年底了 主要你做一件美事 为耶稣做什么 做在主的身上什么 求神来启示你 好 如果你听见主的声音 有时候你就 突然看到一个画面 就看到一个人 就是神要你做什么 就是没有很神秘 突然有一个感觉 想到那个人 就是神 知道你做什么 那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 说主啊 你帮助我 可以坐在主的身上 在年底之前 成就一件美事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你启示我们 主啊 让我们月的弟兄姊妹 都愿意 像玛利亚一样 坐在主的脚前 成就神啊 你所称赞的美事 主啊 我谢谢你 主啊 以至于我们行走在神的道路当中 主啊 你恩高我们 主啊 我们相信月的弟兄姊妹 都乐意摆上 主啊 我们月的弟兄姊妹 也非常有怜悯 但是我们是要坐在主的面前 坐在主的脚前 主啊 不是只坐在人前 是坐在主的脚前 主啊 你亲自 主啊 鼓励我们 也向我们说话 引导我们 主啊 我们在你的面前 要被你称赞 成为被神称赞的神的庆民 神的孩子 主啊 我们谢谢你 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今天的信息非常宝贵重要 玛利亚打破那一瓶真纳达香告 在你生命中一定有个真纳达香告 或许是时间 或许是你的家庭 或许是你的工作 每一个人心中一定有你所看中的真纳达 但你那真纳达香告 无论是时间 是你的专业 是你 但今天愿不愿为着主 打破的意思就是 主啊 我愿意用在你身上 我们把我们真纳达香告 都用在许多人的身上 用在许多事情上面 但是真纳达香告 你愿意打破 用在主的身上吗 而很多时候另外一件美事 我们总觉得美事就是一件大事 但是耶稣说坐在一个小子身上 一杯凉水 就是坐在主的身上 所以我们再来祷告 很重要的是 主啊 我的真纳达香告 我愿意打破为主 而主说那一件美事 就是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 就是坐在主的身上 阿爸天父我来到你面前 主啊 今天 祝我们神你的话语 祝你话带着能力 主啊 什么可以让我们打破 生命中的真纳达香告 就是主你爱的吸引 耶稣你的吸引 耶稣我们正单单为你 一句主啊 当我里面我认为最重要 最宝贵的那个真纳达 为着主打破的时候 坐就流出许多的香气来 在普天下传分的时候 就要述说这一件事情 因此那个最美的 就是坐在小子身上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要最美就坐在最重要的 最大的 但耶稣说 坐在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这就是一件美事 愿我主耶稣就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引导安慰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再次把荣耀给你声